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非常恭喜各位來參加今天的電影展 最後一場終於 我們今天看的這個電影 每樣清一早餐是根據 《Breakfast on the Cat》 《Breakfast on Pluto》 那當然因為 尼爾卓人其實 在阿爾蘭甚至國際 國際世界大導演後 包含那個《Michael Collins》這部片 還有之前《Breakfast on the Cat》 另外一部電影《Future Horn》 也是由他導演的 那尼爾卓人在導這部電影的時候 其實 他加入了自己的詮釋 所以其實內容還有整個氛圍 跟小說其實差滿多的 那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找小說來看 其實已經換成綜藝本 在大部署館裡面 有機會給你們介紹看一下 那我們還是簡單一下 講一下故事裡面 會電影變成角色 出家當然是 Patrick Kitten Brandon 在小說裡面 當然尼爾卓人為了電影 為了要讓他變得比較 不要讓他變成十八線 所以他其實有點用字 還有一些主題稍微改了一下 原來在小說 Patrick Koussey Brandon 那Koussey當然就是小貓的意思 沒錯 但是Koussey在英文 當然還有指 量量槍啊 還有一些比較negative的意思 但粗髒 所以就沒有 那為了這個還能弄一個 訊息出來 那其實是 就為了這樣去把他修改了很多部分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他的父親 在小說裡面叫Father Berner 那在電影裡面 可能是找連女婿來演吧 所以這次也改成Father Liam 那找地表最強老爸來演神父 好像也沒什麼不對 還是老爸嘛 真的還是很強啊 能夠那麼活在就這樣他抱出來 那還是地表最強老爸 才幹得出來的事情 他演這個角色蠻蠻訝異的 就是前面有一段Patrick那個幻想 不一樣Elly Bergen那個Sin 我覺得還蠻... 當然就Elly Bergen 他們一直想說他長相Mitsy Gaynor Mitsy Gaynor是美國大概就是那個時期 1960年代一個非常著名的女星 當然就是以性感俗稱 但是其實就是以歌舞然後跳舞為主 那外表就是金髮、藝顏、身材、前途後翹這樣子的 但是在小說其實只提到幾次而已 也不像電影不斷地重複 但是在電影 當Killian Murphy第一次出現在螢幕上 跟他們化妝的時候 後面電視在播的那個就是 那個Mitsy Gaynor的實際演出的影片 那他的好朋友Charlie Irwin 我們看到兩個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還有在電影有個Lawrence 但是在小說裡面Lawrence出現一下下 簡單提一下而且甚至根本不認識 但他唯一的就是 唯一那個Patrick我會提的說 Lawrence大概是RID一個殺掉的唐氏正小孩 但他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名稱 但在電影為了讓戲份比較多 發脫了一點點聲 那裡面他很愛那個外星人Delick 那個影集現在還在繼續播 那個是英國應該算最長手的科幻影集吧 反正就是主角是一個博士號稱長生不死 他每次要換角就是 他因為某種原因死掉又復活 復活之後就長得不一樣 然後繼續演下去 然後外星人就是Delick 機器外星人 一直到天都還在演 真的非常長壽的那個烏火影集 但他就是那個Lawrence非常喜歡 那個機器人的角色 那當然Patrick他這樣子 一個對於性別認同這樣角色 他就是不斷地去找類似父親型的角色來照顧他 那在劇中呢 我們比較重要幾個 第一個是Billy Hatchett 就是那個搖滾歌手 那在小說裡面叫Dummy Hatchett 但是是畫名 那在電影裡面 我們看到他是一個搖滾歌手 不斷就擺有那個印第安人這樣的一個樂團 然後去到處去巡迴演唱 在小說Dummy Hatchett是政客 也是Politician 但是就是因為是政客 所以跟RIA 但是兩者剛才是跟RIA有所糾葛啦 但是最後也是因為 在電影裡面 因為Lawrence的死 那讓Hatchett 覺得你們都太認真嘛 這槍也丟了 造成Billy Hatchett 可能就是被RIA給幹掉了 那在小說裡面呢 Dummy Hatchett也是就是因為跟RIA搞不龍 就被RIA炸死了 那第二個是搭到英國之後 碰到一個算是金主 贊助包養他的 叫Bertie Vaugh Bertie Vaugh 這電影是魔術師 有Steven Ray演的 所以這部電影真的很厲害 找了很多很多大咖來演這些角色 Steven Ray也是非常 在愛爾蘭當地是非常非常著名的演員 那在2004年吧 2004年還2006年 I can't remember 那個Bloom這部電影 更改編自於西斯這部電影 他們特地找Steven Ray來演 Bloom這部電影 那在小說裡面叫Bertie Wooster 那不是魔術師 就是一個有錢的生意人 所以在改編這樣的過程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為了讓這部電影變得比較 具有娛樂性 畢竟是電影 它比較娛樂 它不像小說有那麼 小說其實看得還蠻沉重的 其實還蠻沉重的 因為它是Patrick自己在帶人講自己的故事 但是它是藉由一個Talk Therapy 因為它碰到一個心理醫師叫Terence 跟它講說 你應該把你的故事寫出來 把你的故事講出來 你這樣才能慢慢了解 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我們才會有這樣子的故事 那Terence這個角色 在電影就完全不見了 就變成 Patrick自己不斷地去講他 碰到人就講他自己在找他媽媽這樣的故事 那當然在小說跟電影還是有很多不同 但為了不要破壞大家看小說的性質 還是有點懸疑 在你們去發現有什麼不同 但是只能暗示你們說 結局並沒有像電影這麼的解答關係 結局還是從 跟不學過一樣 還是有一點點黑暗的地方在 OK 那當然不管是任何作品啊 電影啊 開動都是很重要的 Breakfast on Pluto 其實它是一首英國 算是名歌嗎 不能算名歌 By Don Patrick 在1969年發行的一首歌 Don Patrick 是一個 還算英國算是一個 算什麼呢 很特別的藝人 因為他號稱就是one man band 在這個就是他實際 他是一個人 然後是用背個 然後彈吉他 然後這邊有個口琴 那樣子 所以我們在聽到他就是一個人 這樣子 邊唱歌邊就口琴 邊唱歌 這樣子的演奏 所以他就號稱藝人樂團 這樣子的一個表演當時 那這首是他當時非常出名的一首 都我們先聽一下 字幕志愿者在唱歌 with no doubt to check, with no time to learn with no time to wonder where up on the moon we'll all be there soon watching the earth down below we'll journey to Mars and visit the stars finding your breakfast on your toes go anywhere without leaving your chair and let your thoughts run free living within all the dreams you can see there is so much to see what can you hear 日在六零代 大家想說六零年代 其實歌還蠻意想天高 想說我們可以上太空去旅行 到火星去旅遊 最後我們就會一路漫遊 到火星去吃早餐 這首歌其實跟當時的世代背景有關 因為1950年的時候 當然就是太空計劃最興盛的時候 美國跟俄國拼命的往太空走 1950年人類登陸月球 當時Franc Sinatra 當然不是Franc Sinatra的歌 他唱紅的Fly Me To The Moon 這首歌就跟人家傻了 結合在一起人類登陸月球了 大家想說那之後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繼續往外走 登陸到火星 最後一路到冥王星 當然他是有他的時代背景在 就繼續往太空去發展 大家會想說那這本書跟在冥王星上吃早餐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隱含 其實他是代表一個無限的想像力 他是代表逃離地球 讓你的幻想去往太空飛 最後到一個沒有人能夠想到的地方去吃早餐 在電影我覺得這個主題還呈現得比較成功 是因為Patrick就是一個不斷用自己的幻想 去面對他在現實中所遭受到的困難 包含他碰到了身份上的認同 包含他在另外一個最近最 可能大家要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他在爆炸之後 被英軍在那邊神問的時候 他自己有講也唱出這段歌詞 他就是用這樣不斷的想像力 所以不同想像力讓自己逃離地球這個現實的世界 逃向外太空 然後呢最後在冥王星吃早餐 所以這本書為什麼會用冥王星 在冥王星上吃早餐的原因是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 用一個這樣子流行歌的象徵裡 比喻 然後地球就是現實殘忍的世界 而且我們必須離開這邊 往冥王星去漫遊 所以會這樣子 當時有一個時代背景在 那這部電影 除了Patrick自己本身身份的認同 性別認同之外呢 當然有一個很嚴肅的一題題 在這個影片當然就是 北愛爾蘭的問題 英文叫做Troubles 就是北愛問題 大概是從1970年代開始 開始惡化 特別是1972年 但是任何東西都不是突然開始的 一定有火藥庫 火藥庫從什麼時候開始累積了 其實從16到17世紀 Plantation of Ireland 就是從愛爾蘭殖民開始 那怎麼一回事呢 就是英國當時決定把大梯的人民 還有一些貴族統統都交換到愛爾蘭來 叫過來也沒什麼好處啊 有好處啊 他們就大量開始徵收當地的土地 從農民身上直接徵收過來 把他們趕走 地變成國家的 那貴族來 這塊地是你們的 交給你啦 所以引起很多民怨 那這個Plantation 特別是在北愛的部分特別嚴重 當時就是奧斯特 奧斯特這個地方 愛爾蘭分成四個省 Lainster Lainster Connor Monster 跟奧斯特 奧斯特就是北部這一塊 北部這一塊叫奧斯特 那當時奧斯特大部分就是一樣 地就是被徵收 然後就給了英國人 那當然是激發天主教徒的不滿 那之所以會有這樣子的奮爭 大概就是因為英國是新國教 愛爾蘭斯 他們是天主教 那時候因為這樣 宗教上的衝突 就造成不平等的待遇 那大概是17世紀中期到末期的時候 英國就實現所謂的Pinot Law 懲罰法 有些翻刑法 我覺得不太對 應該是懲戒法 懲罰誰 懲罰天主教徒 因為你是天主教徒 所以你要被懲罰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就是 如果你是天主教徒 你就不能受教育 你就不能受公立的教育 如果你是天主教徒 你就要 你就不能擁有土地 如果你原來擁有土地 在你死後 你的土地必須有所有的基層的比分 而不是有一個土分 那你剛才講 越下面就越分越少 越分越少 越分越少 最後就沒有了 你的地就沒有了 所以透過很多不同的法律的方式 來逼著你去改信英國國家 如果你改信英國國家 你就可以收高等教育 你就可以當公務人員 你就可以擁有你自己的土地 你就不用當農夫 你就不用當店 那 當然壓久會爆發 1798年 就爆發 艾爾蘭算是 不是第一次 但是最出名的一次的抗爭 那抗爭之後呢 當然就失敗了 所以英國發現 唉唷還不夠 1800年加碼 共聯合法案 也就是正式把艾爾蘭 併成英國王國的一部分 正式併成 把艾爾蘭國會砍掉 直接由英國直接通知 所以艾爾蘭沒有自治權 之後就沒有 就聯合法案之後 就變成英國之術 國內管轄 那各項法例就罷得更激 那 那 當然 我中間少寫了一個 1916 就 1916年的 複惡成奇異 那當然就是 今年 明年就是百年 明年就是 Centenary 100年 這個當然 目前艾爾蘭 是從去年開始 討論說 1916年 100年之後 100年要怎麼慶祝 那 1916年還是失敗作終 那 最後當然就是 Independent War 1921年開打 那 22年結束 打不到一年了 因為就IRA的方式 當時叫IRA的方式 Irish Irish Republic Brotherhood Irland兄弟 共和兄弟會 由Michael Collins所組成的 就是我們今天就看到 李恩尼訊 如果看了一部電影的話 是地上最想老爸所成的 暗殺團 因為艾爾蘭人很清楚 明著來 我們絕對打不贏英軍的 於是就 按著來 所以把你們的 縣人 重要官員 知道在艾爾蘭通通都 一個一個用暗殺的方式 逼得英軍跟你上談判桌 那 談判桌 好啦 上啊 談啊 那英國其實 當時的 艾爾蘭這邊的領導人 Evan de Valera 他很聰明 其實他知道這個談判 其實是有條件史的 他知道一定不可能 談到百分之百 於是他拍Michael Collins 跟Arthur Bruce 可以去做談判 果然英國人開錯條件說 可以我們停戰 我們承認艾爾蘭的自治權 但是 北愛六郡 要屬於林博館 為什麼這六郡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Auster Plantation 在那個整個殖民的部分 在北愛六郡這邊 大部分都是英國國家 就是新教族居多 那大家都想說 如果這六郡 背成你們的艾爾蘭人 這邊少數會被你們 天主教人多數欺負 所以不行 我們要保護他們 所以這六郡 還是歸我們英國 那Michael Collins 這個Arthur Bruce 當時在想說 有種比沒有好 先開始 先拿到大部分的自治權 有機會我們再把他 他們股兵回來 於是他們同意 簽下去 簽下去回來 Evan跟Miller就說 你們兩個賣國賊 他早就知道結果會是這樣 但是簽的話就先把 箭頭指向這兩個 開戰了 於是就馬上沒多久就開戰了 所以剛打完敵人 就開始關起我們自己打 馬上奔爭兩台 最後當然是 馬上奔爭兩台 馬上奔爭的 共和軍獲勝 但是馬上奔爭 在這一戰之後 也是一樣 在Pork 但他直接互相被暗殺 他暗殺 最後他們只靠暗殺 把他幹掉 最後雖然 Evan de Valera 輸了 他所有領導人才輸 但他最後還是很厲害 應該是艾爾蘭政治界的 不死蟑螂 他雖然還是後來想辦法 當了好幾任艾爾蘭的總統跟總理 然後開啟艾爾蘭的鎖 60年代跟70年代 艾爾蘭本土的鎖國計畫 通通都是由De Valera所主導的 所以艾爾蘭內戰結束之後 北愛的問題 並沒有因此停止 北愛的紛爭繼續 還是維持下去 那分成基本上就是兩個 一個叫Loyalist 就是包包派 我們對英國是忠誠的 所以叫Loyalist 另外一個叫Nationalist 國主派 就是我們相信艾爾蘭要統一 艾爾蘭覺得 北愛是我們神聖泥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兩個一直打到今天 都還沒有結束 雖然已經先停火協定了 但是零星的衝突 至少到今天還是有 偶爾會有 現在IRA自己存不停火 現在這兩年 搞了一個叫 真IRA出來 real IRA 你們是假的 我們才是真的 一直到現在還能弄 那到了 The Troubles大概真的 開始變得 比較上的檯面 就是1969年在德里 Derry 德里是北愛的第二大城 第一大城是Belfast 第二大城是德里 那Derry呢其實在 愛爾蘭的獨立一個整個歷史 也佔了很多很重要的地位 但在1969年有一場戰爭 其實不算戰爭 其實是零星的衝突 Battle of Bauxite Bauxite是德里的成了一個區域 叫Bauxite 那在這場衝突裡面有八個人死 大概有八百個人 八百個人受傷 這八百人大部分都是平民 八百人大部分都是平民 那因為這樣子的衝突發生之後呢 英國發生 嗯?要鎮壓 於是最出名的 Bloody Sunday Derry 在1972年1月30號 當時是一場 應該是原來是應該 天主教徒和平的示威運動 但英軍其中鎮壓 直接射殺了14個人 直接在射殺 射殺14個人 在電影有螢幕看到 他們有坐車要通過國界 然後問說你是誰 他說My name is Kathy PathyKidon 他也就是說 I'm only a make 那他們就講說 你知道德里今天死了13個人嗎 我不曉得他是故意把數字弄錯 還是不想要讓大家直接聯想到 其實那個時間點就是Bloody Sunday 就是德里死了13個人 其實14個人 那這樣的衝突一直延續到 然後 那一直到1998年 當時最後大家發現 好像不能再當玩家 而且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是 愛爾蘭在當時經濟起飛 當時是愛爾蘭最初名叫Teltic Tiger 凱爾特之府 當時是歐洲強國之音 靠著經濟復甦 他想說 打下去賺不了錢 打仗是不能賺錢的 也是覺得 好像聽火會比較好 比如是在Good Friday 耶穌受難紀念日這一天 簽下了祖魔協定 簽是簽了啦 還是沒有結束啦 一直到2005年 一直到2005年 新分黨的黨主席 Jerry Adams 才說我們正式宣布 我們RRA不再使用武力 所以簽的協議不代表提值 那這幾年因為愛爾蘭經濟又不開始不好 所以大家發現 管理幹什麼還是繼續搞 把北愛弄回來比較重要 北愛前一陣子還是有一些 特別是針對要不要把大英國 大英國協那條國旗降下來 換成北愛自己的旗子 也要發生一些爭論 北愛一直最近還是不是很平靜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北愛問題 一直到今天都還是 雖然他沒有真的大規模的衝突 但他一直都還是存在 我有一個老師 當我在愛爾蘭的時候 跟我講一個笑話 他說在Belfast 在Belfast 有一個角落呢 那邊常常會有RRA的狙擊手 一個小地方 那邊有RRA的狙擊手 埋伏在那邊 那個轉角呢 剛剛有一家餐廳 他只要看到呢 有人就殺 於是那邊附近的居民呢 如果要出門 想要去吃晚餐的話 去那家餐廳吃晚餐 想說This is our last supper 這是我們最後的晚餐 一會出去就可能會被 Belfast 就幹掉了 一直到今天都還是 今天當然沒有這樣 Belfast 但今天 現在正愛爾蘭所用的方式 就是做土製炸彈 管線炸彈 然後常常會有悲哀的情況 炸的受傷死掉 所以一次還是都有這樣子的衝突生戰 所以並沒有消失 那我們在電影裡面 先看到 當然是回到我們故事的本身 那這個怎麼跟愛爾蘭這一段 目前還是很傷痛的歷史 怎麼作結 那我剛剛提到 就是Patrick Brandon's Storyteller 在小說也是 他自己就是扮演趨勢者 這樣子的角色 那在小說 比較明顯 我們知道他是一個top therapy 他是錯過把自己的故事講出來 來治療他自己內心的創傷 那在電影裡面 他一直強調 從電影前面開始叫我小貓 不要叫我Patrick 為什麼 因為Patrick其實就是愛爾蘭人的 算是一個聯想 你只要叫Patrick 你一定想到他就是愛爾蘭人 因為愛爾蘭的首部選 是Sam Patrick Sam Patrick 所以只要你講到Patrick 你一定都是想到愛爾蘭人 但電影在翻譯這個部分 有點比較可惜 或者說不曉得一直在考慮 是可能考慮到Patrick的性別 Patrick的簡稱就是叫Patrick P-A-T-T-Y 他並沒有說一定會變成女生的名字 他就是簡稱就叫Patrick 或者叫Pat 所以愛爾蘭的簡稱 所以就變成說 你當你只要有某人叫Patrick 他就是一個既定的stereotype 他就是一個刻板印象 他就是愛爾蘭人 愛爾蘭人對兩個名字很敏感 一個叫Patrick 一個叫Mick 就是Michael Michael在愛爾蘭後 簡稱叫Mick M-I-C-K 那大家知道Michael Flatley 就是愛爾蘭的舞王 他挑大兒子舞處女的 後來組那個火焰之舞 Michael Flatley 他在美國的時候 最討厭人家叫他Mick 因為Michael的簡稱就是Mick 只要有人叫他Mick 他就馬上跟人家幹加起來 就是Diroctor 他就是一個孫慧的意思 是愛爾蘭 也是這樣子的意思 我雖然對Patrick跟Mick 這兩個名字是很敏感的 但是為什麼Patrick 一直在電影裡面 叫做Committed 第一個 他想要把自己跟Patrick 這個身份脫離開 在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知道 對大分小專員興趣 大分小專員 Jay Gatsby 他也是把自己的名字改掉 在很多微趣的作品或電影裡面 通常如果你把自己的名字去改掉 台灣我們可能隨時都可以改名字 或者不同的理由 改名字 它可能沒有感覺那麼強烈 但在西方 你改名字 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你改名字 等於是你這樣 你普遇 這是一個全新不同的身份 那為什麼他會一直強調 Call Me Kid 因為我要一個新的身份 我不要只有Patrick Brand 這個身份 我要一個新的身份 所以Call Me Kid 那後面他把黑劇改成Patrick 這樣子 但Patrick 在小時候沒有出現 這支電影 沒有Jodan加上去的 但是這個動作 Call Me Kid 就是一直在 他其實在inventing 來發明自己的身份 來重新創造自己的身份 一個新的身份認同 同時也是性別的認同 艾爾蘭在西方文化 常常都被認為是女性文化的 這個算是屬於比較女性的文化 這個從英國作家Messiwano開始 他說艾爾蘭文化 在艾爾蘭的想像 他就是女性的 溫柔的 意思就是英國是楊當 男性的這樣子 艾爾蘭自己很奇怪 艾爾蘭也自己也認為 好像我們就是女性 艾爾蘭有一個神話 Champon Faux 看到這邊 Champon Faux 他是艾爾蘭女 意思就是老太太 歐美里的名字 這是艾爾蘭的一個故事 但是他就是 比喻艾爾自己 變成一個老太太 有艾爾蘭有一個著名的劇本 叫Kathleen-Igulam 古力漢之女凱撒林 裡面艾爾蘭也是化身成一個女性的角色 一開始也是化身成老太太 所以艾爾蘭人很喜歡把自己這個島 當成女性來看待 那這也是或許解釋 為什麼Patrick 要把自己的名字改掉 因為他其實這邊有一個隱憾 就是艾爾蘭本來是女性的 Faminal Island 她是個女性的艾爾蘭 所以 這邊讓Patrick 自己的身分認同 跟這個國家的身分認同 稍微結合在一起 雖然並沒有那麼直接的聯想 但是 如果大家都知道這段歷史 或許可能會想到一些更不同的東西 那 當然 這一部小說以及電影裡面 當然充滿了很多政治紛爭 還有殘忍的現實 以及 比較天馬行空的幻想 那為什麼會再用這樣子的方式呈現 New Jordan他在一篇專訪 提到說他在設定Patrick這個角色的時候 那我這邊簡單唸一下 這是不是一部電影 是不關於失敗的 或是長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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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會一直會變成這個 這件的 其實是關於 你所存在的 而是創造的 情況 在於你會繼續 成為你所屬的 我喜歡 那個角色 沒有問過 她的性格 從世界上 從世界上 我認為這非常驚訝 這是人家在問她 問說 Patrick這個角色 我們剛剛看電影 看電影 我們看到Patrick這個角色 從頭到尾就是那個樣子 你發現這角色怎麼沒有學習功能 你發現他都沒有學習功能 從一直 以前被打 好像就很愛憲啊 一直在不會用搞笑的方式來說 你要拍他的 被炸到 被炸彈炸到 還說你要拍我正面特寫 還好看一點 然後被毆打的時候 也是一副嬉皮笑點的樣子 我想說 這個傢伙是怎麼回事 從來沒有學習功能 所以就有人問說 問New Jordan說 這個角色會不會太低 太平板了 你已經從小講到大 我們講說人都會變啊 角色應該有發展 為什麼這個角色這麼平板 所以New Jordan說 重點不是在於這個角色很平板 我在於的是他一直忠於自己 所以他沒有變 是外面的世界變 New Jordan最後他認為 我要用這樣的方式呈現是 他卻沒有變 他就是忠於自己 這個不是一個說 人失去了內心的純真的故事 人突然 他到最後有一個突然的發現說 我應該怎麼樣 他這個不是這樣 他認為這就是一個 要澄清忠於自己的一個假設 我是怎麼樣 那就是怎麼樣 那 New Jordan覺得這是很重要 所以他把Patrick 設計成這樣子一個 說實東西做到成一個 這樣子一個非常忠實於自己 不斷用天馬形容的幻想 甚至被IRA 不是被IRA 被英軍拷問的時候 他幻想說 我是我其實是臥底的 我是去殲滅那些IRA的那些 我用香水就把他搞定了 他從來不知道Chanel舞泡這麼厲害 Belies please 買了一題 然後就可以征服所有的男人 所以 所以為什麼這樣子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大家想說這個 這個家伙真的沒有學習功能嗎 他就是真的是沒有學習功能 因為他就是一直忠於自己的表現 那 這跟小說當然是不太一樣 但是我想 我們既然是談電影 我們就發展電影了 我想New Jordan在強調 就是說 既然政治現實會把他改變 或者是說 既然外在的現實不斷地在變 或許忠於自己才是最好的男生 所以為什麼最後變成一個 皆大歡喜的解決 他就是因為忠於自己 最後找到自己的 他跟 聯恩尼迅兩個人在那邊喝茶的時候 他說我去招呼媽媽 結果我想找到 好 在艾爾蘭很多文學作品很好很好 特別是Joyce 喬伊斯 如果看到獨國靈人 看他的青年藝術家畫像 看他的遊藝騎士 你會發現很多角色狂是沒有媽媽的 或者媽媽是不在的 或者媽媽的功能有點問題 在喬伊斯的作品 很多常是這樣 或不是他 其實在很多艾爾蘭作家都是這樣 家庭是失分的 是有缺陷的 包含Patrick McHapp的那本 Busher Boy也是 主角的媽媽也是不見了 所以他把他自己投射投射到 鄰居的小孩的媽媽 那Patrick就在想說 如果你找媽媽 或許 因為Jordan看了這個解讀之後 他覺得 或許阿蘭需要是一個 爸爸的角色 那這個爸爸的角色 很可惜的是 他居然投射到教會的身上 當然這個不見得是一定說 一定要跟教會虔誠的關係 因為教會在艾爾蘭這幾年 最近二十年來的問題 真的還不少 但是 或許你有修成生會覺得說 或許真的是 有一個這樣皆大歡喜的解決 或許 媽媽不是一個角色 你要先從爸爸開始認定期 這樣子的說法 那我們第二 教會 教會這二十年來 可能因為資訊發達了 人心開化 在艾爾蘭越來越多事情爆發出來 包含虐童 虐待婦女 大家如果有機會看前 是前一場 前 第二場 Madden Sister 那個馬德林姐 就講到摩大拉庇護手的事情 那那個其實 艾爾蘭政府後來有道歉 他們 當然 可是教會一直都沒有為自己 做出任何的反應 那 去年 在Trum這個地方 TUAN 這個艾爾蘭一個地方 那是一個地方 他們在這個教會的坟墓 挖出了很多無名的小孩子的屍體 所以 教會虐童十來五十 一致其不大聽聞 所以這個事情 現在已經開始在調查了 Trum baby 所以等於教會在 艾爾蘭是很封立的 這樣子的一個社會期 教會其實在艾爾蘭作為祝福 不能說作為祝福 應該說 享有特權非常非常非常多年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喬伊斯的尤里希斯 出版的時候 在美國背禁 在英國背禁 在歐洲其他地方沒有背禁 艾爾蘭每次都來說 喬伊斯的尤里希斯 我們很愛他 看尤里希斯在我們的艾爾蘭 沒有背禁啊 是沒有背禁啊 誰敢在大廳廣場下看他 你在大廳廣場看喬伊斯的尤里希斯 就會有神父來找你來問話 下面你們在看什麼東西 沒有背禁啊 可是教會的壓力 就直接施壓說不可以賣 當時 或是一個更早之前的小話 Jerdano Bruno 他是一個修士 他當時在歐洲散步 很多關於地洞所 地球是中心 這樣回到一個說法 教會後來他當一般哨死 當時呢 教宗把所有的主教教官 特別教導艾爾蘭 所以我們不要跟艾爾蘭 講說Jerdano Bruno 那個事情 那教會 艾爾蘭的主教會 他說放心 他連Jerdano Bruno 是誰都不知道 就是資訊封鎖的 意思完整 但終究只抱不住口 那這個是2012年 Clone Report 他是一個 艾爾蘭政府說 發動一個報告 他去發動一個報告 去調查說 到底天主教教會 對於這些醜聞 採取了什麼樣子的態度 這個報告最後顯現出來的是 教會 包含教宗 當時聖奔讀十六師 當時奔讀十六師 知情 下令 掩蓋 所以是教會一手主導 掩蓋這些醜聞 那這個是 艾爾蘭的 當時的首相 Anna Kenny 在國會的 簡單的一個演說 我們給各位看前半部就好 1977 找到奔讀十六師 來香港 清日 чис 第2次,三年,在2月中,提出了小孩的徒典 但是Cline has proved to be of a different order 因为,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ountry a report into child sexual abuse exposes an attempt by the Holy See to frustrate an inquiry in a sovereign democratic republic as little as 3 years ago not 3 decades ago and in doing so The Cline report excavates the dysfunction the disconnection the elitism that dominates the culture of the Vatican today Renalbamu 簡單講一下 他就是講到說Colin Report這個報告 反映出來教會在事件發生三年的時候 不是三十年前 而是三年 這是非常近代的事情 交通知道這件事情 下令阻擾調查 下令妨礙所有的真相被發出出來 那總理說 這個是反映了教會在愛爾蘭 他們認定自己相右的特權以及精英主 這是愛爾蘭這個天主教國家 所有歷任總理以來 最嚴厲的一次對教會的批評 他在演講的後段說 This is the report 這裡是共和國 這裡不是教廷的領土 所以教會這幾年跟愛爾蘭的關係 其實是不是那麼的好 那當然其實這樣的反擊 我會認為說其實在1991年的開設 當時愛爾蘭有一群編劇 兩位編劇寫了一個情境喜劇 叫father 10 就是講泰德神佛 這個當時他們要給 當時的愛爾蘭電視台RTE 說給你們播好不好 他們不敢 他說這個不行 你這個拿神佛開玩笑還得了 就是BBC買下來 最後是由BBC買 然後播了 就紅回愛爾蘭 就是愛爾蘭最出名的文化代表象徵 也是宮崎教會的 或者是爺語教會的最經典的象徵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個很簡單的一段 就是father Pat跟動了色星的 哈哈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es, it was nice talking to you today. Well, if you can't talk to a priest, who can you talk to? We're taught how to listen, you know? Not that we had listening classes or anything. It's not as if we didn't know how to listen before. It's being there with somebody talking to you, which is quite easy. Unless you're dead. It's not enough working while there. No spotting for exams would be all listening. Father, do you remember me telling you about reaching a crossroads in my life? Yes, I do. Well, 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do? I need advice. This crossroads is a term. Is it busy at all? You know, Father, that's interesting. I think one road leads back to where I was. Now, that's a busy road. It's filled with people and bright lights and traffic. The other road is a quiet country road. Peace and serenity and fulfilment. Which one would you choose, Lyle? Well, it's, um, that's an easy one. Yes, I suppose it is obvious. Right lights, glamour, film, premiere, X. Well, no, I was... Okay, parties, drugs, busts, last, X.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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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Sorry, sorry. What I was going to say was, I know I've made the right choice. I know you have. Hi. I'm lovely. Oh, well. I'm going to become a nun. Oh,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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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g marvellous Jews. Oh, I was talking to Sister Julia earlier. You know, she's 97 years of age. Did you ever think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be a 97-year-old nun, Father? No. Miss Praggy Island. It's silly, I know, I've only been here a day. But I'll always remember you. So this is just for everyone to see Like, you know, if you can see Maybe you'll be able to see This movie from the New York City. Or if you can see This movie from the other end. If you can see This movie from the other end.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Thank you. 谢谢观看